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当里面有一个液晶钥匙程序 这里面有第一个名叫Flystool 点开 再点开 看到这里有个红色的吗 Flystool 红色的标识 对吧 红色的标识 你点开之后 这里有scatterflare 是不是 然后在这里 点这个第二个 1 2 Scatter Configuration Fail 点一下 然后你要输入我们那个中文文件 这是中文的文件 在这里我跟他脑铃铛回去 是他的文件 上面变成墙 变成灰色 下载 这个时候 这里有一根数据线 好 数据线 数据线 我们就可以把它 数据线 这里有个插口把它插进去 看看啊 插进去的时候 如果它是充电状态的话 那意味着你是错的 我现在插上去 你看 出现红色 蓝色 好 现在它在这里拷贝 你看 程序在这里拷贝 这是黄色的进度条 当它出现绿色的OK的时候 就说明是完成任务 是OK的 好 我现在把这个放弧墙这里关掉啊 一直拷贝 拍着气势 这就进度啊 我们来看啊 说等一下啊 看绿色啊 绿色开始 我们里程序不远了啊 OK 好 现在出现这个绿条了 现在是一个OK绿色 那就是一般是成功了 那有没有成功呢 我再把这个拔掉 OK 拔掉之后 我再把它开个季 看它是中文还是英文的 我长按啊 长按之二 好 这是一个开机画面 好 上下滑动 好 你看 都变中文红字了 是吗 变中文红字了 原来它是英文的 好 这就是 如何改变语言的这种方式 口碑语言 中文靠进来的 好 现在没有其他的语言了 OK 谢谢